全联先生感尽度两年连升两胎,娇妻遭其底!她的真实身份惊人!让人好羡慕呀! 今天要来说说关于全联先生感尽度两年连升两胎,娇妻遭其底!她的真实身份惊人!让人好羡慕呀!的事!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!说起全联先生想必大家都不陌生,但是大家或许会疑惑,全联先生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? 事实上全联先生,本名邱燕翔,本来是一名冲浪教练以及广告公司的小职员,因为本身说话方式就很特别! 才会意外被指派为全联广告演员,没想到一眼成名,从此多了全联先生的称号! 邱燕翔本来有个稳定交往的经纪人女友,但是两人并没有走到最后,两人分手后! 全联先生便与现在的老婆交往,两人很快地论及婚嫁,碍于年纪关系! 全联先生让座人妻化优先进行,等第一胎顺缠后五个月才一同走进礼堂完成终生大事! 全联先生一向都是非常低调重隐私的艺人,因此每次大家问到与家人相关的问题 或是被拍到全家出游的照片时,全联先生都只是回应,谢谢大家关心! 虽然如此,她的老婆还是遭到大家起底,原来她美丽的老婆是由张荣小S之称的副苍长,条件非常优秀! 全联先生不是鲜肉又是个低调沉默的人,却完全是个人生胜利组呀!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